Hello大家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Grant申请中那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事 我在做博后期间虽然也申请过一些fellowship 但是对于独立PI申请的Grant呢 我就只知道R1 其他基本就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了 所以我先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于独立的PI申请的Grant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吧 一类就是学校的 学校的所有Grant包括你的启动经费呢 都可以算是internal funding 还有一类呢就是学校外的可以总称为external funding 但是这种学校外的呢又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federal funding 这个在我们生物类主要就是NIH嘛 还包括比如说NSF呀DOD呀 这些都属于联邦经费 nonfederal的经费呢 一般就是各个foundation各个协会提供的经费了 直观来看就是两个钱不一样多 那federal的通常都比较多 举例来说呢 我们做生物的最熟悉的就是R1 一个标准的R1呢是分为5年每年25万 算是渐渐花费 这一部分钱呢是到学校 支持学校的各种开支的 我们是看不见的 作为PI是完全就打在学校的账上了 federal和nonfederal之间最大的区别 就是federal funding 是全都带着indirect cost的 那这个比例呢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证 每个学校不太一样 那像我们学校各大的话 还有我以前所在的学校UR呢都大概是60% 如果你像NIH要一块钱 那他就要给你一块钱的同时呢 还给学校六毛钱 所以也就是说每一个R1如果是要求125万五年的话 NIH真正付出out pocket的其实是125加上75万 direct加indirect cost的一共是200万拿出来 然后125万呢进了我们PI的account 我们是可以自己用来雇人啊买消耗品啊 但是另外的75万呢 我们是看不见的是直接打在学校的账上 用来学校付各种administration啊 或者是比如说相当于水电费啊 学校的各种其他开支的 这一部分呢是学校其实相当看重的 但是nonfederal funding呢 要么是没有indirect cost的 要么呢即使有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少 对对对 比如说我最近申请的一个nonfederal funding 一个foundation award吧 它的direct cost是20万 但是nondirect cost就只有2万块钱 那所以对于学校来说呢 跟NIH比呢 杯水车薪基本可以忽略的吧 学校他肯定就是希望去申请这种国家的经费嘛 因为他自己可以拿钱啊对吧 对所以无论是从PI角度 还是学校的角度吧 都肯定强烈建议大家 如果在自己可能的情况下 肯定是应该尽量的申请federal funding了 而且就是说其实你申请federal funding 申请private funding 其实花的经历也差不多 就是比如说你 有这个经历去申请两三个小的funding 还不如就是对吧 集中经历申请一个federal funding 这个也看怎么讲 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不信息 第一年呢申请了三个比较小的这种 我申请了一个学校的internal funding 还有两个外面的private foundation的funding吧 那确实是花了好多的精力 大概写一个也要花个一个月 后来我写R1呢 差不多一个也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吧 所以我当时得出了这个结论 我是觉得两边花的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呢 这几年没再申请过任何private foundation了 就是主要的精力都用来申请NH的funding了嘛 但是后来今年呢 我就在上个月没忍住 又申请了两个小的foundation的grant 但是我就觉得这次的感受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第一次我申请的时候 是我独立第一年嘛 第一次肯定是比较痛苦的嘛 因为我也没有任何材料 所有的东西都从一张白纸开始 把自己的想法逐渐的付诸于纸面 但是最近我申请就感受不太一样 因为我不是有几个没有申请成功被拒的 NH proposal作为草稿嘛 那所以我只需要就重新把它再包装一下 R1的话proposal要12页 但是foundation的话通常可能少的话 我接触过的只需要一页 那比较多的呢 五六页就已经算很长了 一个typical的一般就四五六页吧 那所以把一个12页的 如果只是cutcutcut成为一个一页到六页的 那就已经相当简单了嘛 因为那个时候也有足够的材料来recycle了嘛 反正主力就是申请这种federal 然后一些没有到什么边角预料 就来把它包装成一个private foundation的申请 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 如果可能的话 我觉得这样是最efficient的吧 所以最近的申请的这两个private foundation呢 我都只花了每一个上面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吧 就很轻松的搞定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花这些时间还是相当值得的嘛 一个礼拜申请一个 那一个月你可以申请四个 那中奖的几率肯定大多了嘛 我最近呢接触了一个speaker 我就在跟他一对一meeting之前就研究了一下他的简历嘛 发现他居然有九个active的grant 就是他现在目前啊 运行的就有九个grant 我被惊呆 我们两个在meeting的时候呢 我就问他你到底平均一年要申请几个啊 那他就跟我说大概一年他都要写八个 但是呢他只写这种小的 所以我想如果你只是recycle以前的idea 那大概一个礼拜写一个的话 八个差不多花两个月嘛 那跟我R01的用的时间差不多 因为我是大概每隔一年申请两个R01 那这样的话呢 每个R01也大概是需要一个月 那也就是说我每年差不多是花四个礼拜吧 即使钱每一个没太多 因为他毕竟有九个嘛 肯定是足够了 也算是一种strategy吧 对于一个新PI来说 从系主任的角度吧 他肯定是希望你首先能做到的 就是能cover自己的花销 你可以自己自足嘛 所以最开始呢 他肯定是对你没有太多的要求 只要你能拿到任何方定肯定都是好的嘛 对吧你的工资一部分 起码就可以从这一部分方定出了 所以不是特别在意是不是federal方定吧 但是一旦你开始自己自足 那他的要求就也逐渐攀高嘛 他肯定是尽量希望你能申请federal方定 除了这个方定前数量的问题啊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最近才慢慢体会到的 我们能付出的是百分之百嘛 工作时间在每一个proposal里面都要写 在这个proposal上作为PI 我们会花多少的精力 我一般呢对于NIH的grant都写个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吧 因为我觉得比这个再少是不是就显得你花的精力太少了 可能是不是会不容易拿到 因为我在这方面经验比较少嘛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经验 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给我 private funding呢你也总要proposal一下 因为以我的感觉来说 如果你proposal没有effort 那肯定是不行嘛 而且像我们学校呢也明确说 如果没有任何effort的proposal在里面 这个叫cost sharing 这种是非常非常难以被approve的 所以都建议呢放一定的effort 毕竟还要花一些在学校的service啊 或者是教学啊对对对对 所以学校是不允许你 把百分之百的都花在proposal上面的 也就是说你所有在被fond的proposal上面的加起来 起码是不能超过百分之百嘛 所以你如果申请了太多的private foundation 到最后呢你申请government foundation的effort 就非常非常有限了 那也算是一个不利吧 在我们小土豆身上 因为我们手里你说哪会出现有九个fonding 这种情况呢 这种通常真的都是后期的很大老板才会发生 但是我们心里面确实有两位同志 effort就被所谓的mess up了吧 用光了的意思 对已经用光了 所以他们在想申请fonding 或者是别人如果想让他们做任何的collaboration 他们都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们就没有effort的可用了 不要让你把effort放在太多放在private foundation上面 就是要save 足够的effort要你申请federal funding 没错 private foundation本来给的钱就少 如果你也放相当于一个二欧万一样的effort 比如都放20%的话 那到最后肯定是一件不划算的买卖嘛 是不是 就等于你的cost太多了嘛 但是你的benefit却没有拿到那么多钱 少放一点啊 就比如说一个只放1%5%这样子 少放一点应该就可以了 这个我想可能具体的foundation 也有不同的要求吧 对吧 不是说我们想放多少放多少吧 最近我申请了一个private foundation呢 因为我就面临这个问题 我不是因为就是grant太多啊 我想先说明一下 但是我确实也面临明年 因为又到了申请NIH grant的时候嘛 不想放太多的effort在这些private foundation上面 所以经过我们系里面的grant officer的指导呢 他就让我只放了1% 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个特例吧 就是每一个最好大家都跟系里面具体的讨论一下 他们也有经验 学校鼓励我们申请federal funding呢 不同的学校可能有不同的措施 像我在以前的学校UR的时候呢 只是系主任比较间接委婉的 像我们建议 但是我到了哥大以后呢 就发现哇真的是很直接的建议呢 最直接的体现在我在签offer的时候呢 就有两个体现 一个就是我在offer negotiation的那个视频里面 可能跟大家分享过吧 我的offer上面就明确写过了 如果我用自己的funding 能够cover自己工资的百分比越高的话 我的工资数额也会越高嘛 但是我当时没有提及呢 就是这一部分的cover 必须是由federal funding cover的 也就是说我必须拿到像NH NSF这样的funding 来cover我自己工资的百分比才算数 如果只是这种ondation的 即使我cover自己的百分之百 也是完全不算数的 我的工资还是最基础的那么低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关于the lab space的问题 这个我在几个视频中也跟大家讲过了 但是我没具体谈过 对于歌大来说呢 我们是有赤裸裸的数字在的 每个PI可以占据的lab space 完全由我们拿到的federal funding的大小来决定 你的钱越多地盘就越大 每个square feet呢 好像是200块吧 1000多square feet 也就是相当于大概100平方米左右的lab space的话 你大概就要有两个2万 这些space呢 都要有你的federal funding的indirect cost的cover 我们学校如果想象的 就是这种小商品出租的商铺 那我们有一个PI呢 用indirect cost的方式呢 付给学校这一部分租金 租下这一个lab space 作为我们的店铺 那然后呢 在里面用我们的direct cost的这一部分呢 cover自己的工资 不原消费 实验室的耗材 对 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实现了自己自足 自己主义吗 没错 所以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钱短期的 当然是没有问题了 学校肯定会cover你的这一部分 就所谓的有各种的bridge funding嘛 学校内部internal的 可以帮你渡过难关 但是如果你尝试签的 都拿不到外面的federal funding的话 即使你拿到足够的foundation funding 可以cover你自己的花销和你的工资 但是这个呢 是不被学校prefer的方法 所以你的lab space 你也会啾啾啾啾啾 可能呢不会一天之内或者一年之内发生吧 但是eventually可能你就space会越来越少 录制中间出现了狗血之间啊 memory card 虽然好像就满了一眼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 我就随便讲讲 就已经有16G了嘛 你觉得可能吗 可能啊可能啊 然后就换了256G了 可是呢用memory card的arrow 现在又用手机录了 所以我才当网红一年半就要回购各种器材了 因为我们的相机就是也看起来破破的嘛 镜头里面也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那种外面擦都擦不干净 好像在镜头里面已经坏了的那种 外壳整个也破破的了 我觉得别人好像做网红都没有回购过相机 我怎么才一年半就要回购相机了 这也太扯了吧 又太多呀 可见我是多么辛勤努力的创作呀 大家一定要帮我多多点赞啊 多多留言 多多留言 谢谢谢谢 今年呢我就终于招收了我第一个哥大的graduate student PhD学生 然后就开始要涉及到用哪一个经费来源 来付这个学生的工资以及学费的问题了嘛 我就发现啊 原来哥大真的是很鼓励大家申请federal funding 那在哥大呢 像今年一个graduate student 就是PhD学生的stipend 他拿到手的工资是42,000嘛 然后他的关于health还有technology fees 就是他的各种其他7788的费嘛 一共16000块钱 所以加在一起呢 一共是大概48,000 这一部分呢 无论你的funding的来源吧 全都是一样的 这48,000你是跑不了的 但是呢有区别的部分呢 是关于他的学费 这个学生的全额学费呢 其实是5万块钱 但是如果你用federal funding 大概八九万 一个学生如果你没有federal funding的话 那花费是比一个post到还要多了 我们系的秘书呢 还告诉我 如果你是用startup付呢 那也许可以给你一个打折价 但是到底打多少 能不能打下来 还有打几年 大家也知道 共用一个phd学生 一般是5年左右的时间嘛 那这个全都是由学校高层来决定 case by case的 所以是不一定能够达到辙的 学校想促进大家用federal funding支持graduate student的心意 已经可以说是非常明确了 我在上个礼拜才又发现了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 学生化小都是固定的嘛 但是其他的人就包括我自己的呀 还有博后的呀 technician呀 那他们的工资虽然是 比如说是我订的嘛 有几个线嘛 但是他的benefit的那一部分 叫所谓的frange rate 你是拿不到的 但是呢 我是也必须付掉的 就可以说是五险一金吧 对相当于国内的五险一金吧 也是根据funding来源的不同不一样哦 如果呢 我用federal经费这个来源来支持一个博后 那他的frange rate呢 是28.2% 但是如果是个non-government的 frange rate就变成了31.25% 也就是说呢 我要雇一个博后 虽然他的工资只有6万块 但我不仅要给这6万 还要再加上一个28.2% 或者是31.25%的frange rate 这才是我真正的out of pocket 的价钱 对于一个6万块钱的博后来说呢 我算了一下哈 那这个差值也可以达到每年2000块钱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呢 就是每一年我们的系主任都会update一下 我们系还有我们学校 在全国的排名 但是这个排名啊 并不是任何其他的指标 就只有一个指标 就是我们NIH funding的数量 今年呢我们系因为又拿到了几个大的funding 所以呢排名上升 我们系在全国今年 preliminary data显示可以排第四 上一年多少 上一年我不记得了 可能十几吧 但是据我了解呢 十几名其实跟第四名之间差距没有那么大 我们学校今年预计排名第五全国 我在上一个关于怎样写proposal的视频里 也跟大家讲过嘛 我第一年申请的时候 不是申请了三个NIH的proposal嘛 两个R01 然后后来又有一个235 但是那个235就withdraw了嘛 我只要有一个ongoing的 同一个NIHinstitute的R01的话 我是随时都可以申请转过去嘛 235的好处呢 维持一个正常的productivity吧 它基本renew是可以保证的每五年 然后每一年呢 在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一个标准的R01的钱 就是每年25万 那等你慢慢的senior以后呢 你可以渐渐的proposal 要的钱比较多 好处是非常稳定 但是它的一个相对的缺点吧 就是你在同一个NIH的所 就不能参加任何grant的申请了 包括你只是作为一个collaborator 不是作为PI 你也不能申请了 所以它就限制了你能拿到grant的数量嘛 就等于只有一个了 就是这个235 我觉得就是更有利弊吧 faculty每一年都会跟系主任 开一个比较正式的 faculty annual evaluation嘛 那系主任会给你总结一下 去年你的所谓成就啊 然后还有明年你的计划啊 这样子 那所以我今年呢 就在我的faculty evaluation meeting上面 跟我的系主任就讨论了一下 这个问题 那我系主任一听到这个 就说那肯定是不能转过去 人一定要更加aggressive嘛 要申请更多的钱呢 尤其对于一个比较初级的新PI来说 那稳定远远还不是你现在这个阶段需要考虑的问题 你要想的是怎样拿更多的钱 在更多的地方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刚才说的这些比如学校鼓励申请federal funding那种 这应该是你的学校 后世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肯定是不一样啊 像我所在过的两个学校就明显不一样嘛 像我以前所在的学校虽然也是鼓励 但是都是比较间接的鼓励嘛 就没有这么直白 那我现在所在的学校就明显非常直白 那从我的offer letter里就看得出 还有我们对吧 需要付的自己的各种措施 对都鼓励你来申请federal funding嘛 所以我想大家也是就根据各种情况 就是还有自己自身的情况 就因地质疑因人而异吧 我这个今天的事儿也是只是 以一个比较gossip的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刚跳槽过来也才一年嘛 那学生也是我过来接受的第一个学生 还有就是关于其他的人员的这个frange rate 我都是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 刚刚知道的 我就还蛮惊奇的 所以跟大家就觉得很想分享一下 请大家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留言 以及点赞哦 谢谢啦 如果有什么关于grant申请的其他问题 也欢迎留言给我 大家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